中学生年20.06.21 中学生年20.06.11 人人都说,中学生年是一身人最快乐的时光 你会识到难人可贵的良师亦有 还有这个第二个家 可能你会觉得,六年以来各种测验考试 令你受了不少苦 但当你想起来,最印象深刻的 往往是在這裏發生的青中歲月 今天我們畢業了 相信大家都好像美麗伶俐的歐美麗同學一樣 中一的時候為了不遲到而拼命地跑去拍卡 阿妹早上 阿叔早上 大過了之後 就算知道快要遲到 都思思而行 唉 不知道這樣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還記得初初上課的時候 不記得大書就好像犯下偷天大罪一樣 唉呀 老師 幸好有隔離位才可以逃過一劫 你看他們 初來報道 個個都很積極答問題 初中的生活平凡簡單 相信是大家最無憂無慮的日子 笑笑笑很快就過了 哇 到了高中 上課睡覺 用教科書做枕頭 簡直就是家常便飯 還有上課偷吃 當然要開心分享啦 以前的 reading 課 大家都看點自己喜歡的小說雜誌 大過了之後 如你所見 SBA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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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SBA書 跟其他中學生不同 我們的午飯時間 全部都是在學校渡過 中一的時候 一定要在班房吃 還要自備桌墊 沒有帶? 就自製一個咯 上到高中之後 雖然不能坐定定有飯吃 但那些跑去餐廳排隊拿飯的時候 就成為了中學生涯其中一段最難忘的回憶 都不知是在哪裏來的勇氣 小時候 經常都很喜歡偷望高中的女神姐姐 不知不覺間 歐美利同學 已經成為了別人的女神 哈囉 Billy姐姐 哈囉 還記得低方上IS課 剛剛學開Bunson burner的時候 這支火柴擦也擦不到 不過熟能生巧 慢慢我們已經學了很多新知識和技能 唯一一件沒變過的事 有蜜蜂啊 沒錯 就是見到小昆蟲的反應 聊聊一下 一見到蜜蜂 就馬上花蓉失色 8米短跑 低方那時候 每次都是自己控個胸口 在機場拍卡 現在 就當然是分工合作啦 誰那麼不幸 就唯有自己慢慢拍啦 喂!等我啊 但是時間真的不等人的 唉 時間眨下眼就過 六年中學生奶 好像昨天才經歷完那樣 來到畢業的日子 最不捨得的 就是這班好同學 好老師 大家一起上課 吃飯 聊天 一起打過 鬧過 笑過 每個人都說 青春是一場 回不了轉頭的旅行 我想 畢業都是 經歷中的成長 和小時候寫的作文不同 甜中大傑 但又想一再回味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青春畢業 才顯得這麼珍貴 就算將來各賓前程 相信大家都會同一樣 會永遠都說 掛著這裏 等望 再見啦